今天我想结合西方石油公司刚发布的财报和电话会议的内容 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在讲这个之前呢 首先介绍一本书 比尔盖茨最新推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 他是讲人类通过怎样的方式才可以把排放降为零 气候变化就是之前的气候变暖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政治化、两极化的议题 所以听一听他这种非常有理性的声音 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问题对购买能源公司的股票也很重要 书里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两张图 左边这张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新能源进展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基本上是煤炭的世纪 20世纪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纪 那么21世纪理应属于新能源 但是一种新的能源取代旧能源 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 石油、天然气开采容易 价格也很便宜 即使如此也花了将近60年左右的时间 才取代了部分的煤炭 而大家寄予厚望的太阳能和风能 相比之前的石油来讲 不管是开采还是存储都比较困难 因此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支持 和比现在大得多的投资 完全靠私人企业 想要取代石油天然气 这个过程可能会远远超过60年 所以比尔盖茨提出 要想做到零排放 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一项措施上 而是要在多个领域 都要取得非常大的突破才行 这中间就包括它投资的 也是和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的公司 直接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西方石油公司的低碳事业 西方石油在财报和随后的电话会议里 花了很多时间来讲 自己低碳事业上取得的成绩 他们实现在所有石油公司当中 在这方面走得最靠前的一个 而且CEO估计 未来低碳事业的盈利 可能会相当于主营业务石油的盈利 今天虽然多数人把石油公司 都认为是污染大气的西洋产业 其实第一 像我们之前视频讲的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 石油仍然会是我们重要的能源的来源 而且相比它要取代的煤炭 石油本身已经是相对清洁的能源 第二 就西方石油公司来讲 如果它的低碳事业真的可以成功 那它本身也会转型成一家新能源公司 公司也已经对达到零排放制定了时间表 这会对公司的股价长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第二点 电话会议里有一个分析师问到了现在 现金流安排的优先顺序问题 现在的安排是把偿还巴菲特的优先股放到了最后 可既然现在借款很便宜 而巴菲特的优先股年利率非常高 达到了8% 为什么不可以先还这部分债务呢 CFO回答 他们跟巴菲特之前有过协议 只有在公司恢复美股4美金股息一年以后 才可以商量偿还这部分优先股 在这个安排上可以看出巴菲特的精明之处 它虽然无法预估疫情会发生 但却对西方石油未来几年的发展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发展良好 股息增长到美股4美金 那么假定股息收益率为5%到6% 倒推当时的股价 至少可以达到70到80美金 由于巴菲特同时拥有西方石油大量的 在62美金左右的购股权 那么它可以通过出售这些购股权 而大量获利 如果公司经营不善 股息被削减 达不到4美金 那么西方石油公司只能每年支出高达8%的利息 无法提前还款 对西方石油公司来讲 这也给他们尽快恢复并提高股息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 因为只有把股息尽快恢复并提高到4美金 他们才能去掉这100亿的高额贷款 第三条 我们知道石油公司的股价跟油价有很大的相关性 现在西方石油又加了低碳这样的卖点 因此未来几个月总体趋势很可能是上行的 但最终一个石油公司赚多少钱还要来自它的基本面 所以我一直非常关心运营方面的指标 至少这一年看下来 它的基本面应该好于一年之前 我们现在看它公布的三个数字 两家公司合并以后 通过削减成本 节约了18亿美金的管理费用 现在维持同样的产能 资本性支出只有每年不到30亿美金 这个比率大大低于其他的石油公司 最后就是油井的效率 很多看空西方石油公司的分析师 都认为页岩油井的产能会在开发后几年内大幅下降 意味着每口井能够提供的石油很有限 现在看下来 西方石油通过努力和技术革新 在控制产能的下降上有着很大的进步 他们把下降率今年降低了22% 现在公司还有部分资产要卖 所以核实盈利很难估计 但是只要这些基本面在进步 在油价不太低的情况下 就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用来还债 公司就会逐步进入正轨 总体来看 最近几个月西方石油公司的发展符合我的预期 因此我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 在未来几个月 我逐渐会把重点转去分析那些刚刚上市的 或是很有潜力的小型科技公司 从里面找到更好的机会 像银行股一样 除非未来有很大的变化 要不然石油公司可能不会再讲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股市有风险 请大家自己要做好调查 讲这些只是记录我自己的投资思路 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